我們兩個都確診 然後都會有接到確診的通知 上個禮拜五 來跟我們一起直播的 那個來賓小鐘 小鐘哥他們 那我也請那個經濟 那邊去幫忙 通知告知說 現在目前公司 有這樣一個不好的狀況 小鐘直播接觸確診者 有出外景 製作人知情不報 竟嫌好麻煩 誒 客家一客小鐘 完全唱對啦 肯定沒想到直播全場12人 竟然有8人確診 自己也抓了一單 他8號直播帶貨 全程一小時五照站台 結果主持的夫妻檔 收到確診通知 我跟H先生確診了 那我真的不敢想像 我會說這句話 因為我真的沒有想到 有一天確診會發生 在我們兩個的身上 當天週一晚上 我就立刻告知所有的人 禮拜二不准上班 所有的同事都全部休假 全部做PCR 包括禮拜五直播的所有人 包括那個誰 小鐘 小鐘哥他們 夫妻倆雖然馬上通知 節目製作人詹琦宏 結果她的回應是 聚龍都宣佈與病毒共存了 好麻煩喔 在沒有善盡告知的情況下 小鐘就出了愛玩客的外景 唉 我們也不知道 為什麼她要這樣做 也許 不知道 我們現在完全沒有辦法理解 也許她覺得 好像不是那麼重要 她現在就是因為卡在 現在在阿里山 所以現在全部卡在 整個停工 大停工 我們整個愛玩客 整個停工 那小鐘哥是不是 今天接到電話 應該也超緊張的喔 喔 超緊張 我們是都沒有任何的症狀啦 嗯 那當然就是 我們就希望能夠圓滿 他們直播可能幾個小時 我們大概就是 一個小時我們就離開了 機管局也沒聯絡我們 所以我們 現在目前為止 就可能就是等PCR出來 我們再來看我們後續要怎麼樣 那那個醫院那邊有說 大概PCR結果會什麼時候出來嗎 24小時 就希望一切能夠保佑我們 平平安 歐麗頭薄 不要連 也不要連累到其他的人 愛玩客製作單位 火速中止錄影 縮性快篩檢測 全為陰性 14號下午 小鐘PCR結果出爐 同樣是陰性 該直播廠商立即宣布停工 主持的不器黨也相當自責 讓沒打疫苗的孩子 暴露在風險之中 因為我覺得就是身為一個媽媽 我會覺得很自責 我沒有保護好她 可是就是昨天 就是她一直 還是連說夢話的時候 她都在講說 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 她都這樣講 我們其實前陣子 我們有去做 市館 然後 你幹嘛說啊 然後 就上上個月的事情吧 你幹嘛說啊 上上個月的事情 那時候直錄沒多久 一個禮拜多 我們就直播 她就站在 站在鏡頭前面 直播 站了四個小時 站了四個多小時 然後 隔天 就不見了 就流掉了 我們都蠻難過的 可是還是必須要 趕快整理好心情 趕快直播 因為我們公司有很多員工 需要我們養 好 那我們要去 接種簡易所了 再次 站在鏡頭前面 站在鏡頭前面 臨 臨 突然 臨 臨 臨